来 从北京的三十多度 回到哈尔滨变成了十几度 一下子着凉了 昨天晚上发了个高烧 浑身酸酸无力 本来今天我应该在玩雷强的 这么好的天 尤其是非常好的雷强季 结果没有体力了 但是听说我们哈尔滨的长领湖 开了一个鲁鱼的一个基地 这样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可以来练练杆过瘾 走 有时候钓鱼啊 就像是去大自然当中开盲盒 你说不定钓到什么鱼 每一种鱼都会给你带来 不一样的乐趣 还有惊喜 这就是钓鱼的意义所在吧 其实长领湖 对我来讲 应该是我钓鱼的一个始发地 在03年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旅游学院 我陪着同学来看她的女朋友 我特别愿意来 因为旅游学院全是美女 然后我就在这个长领湖边上 看到了一个台湾的一个钓鱼大师 我们拿鲲鱼钓 好半天上一条鱼 它呢几乎是连杆啊 我在后面看了整整一下午 从这开始我就知道 哦 原来什么是台钓 然后就请教学习 买光盘 然后啊 做各种各样的学习工作 后来呢 就痴迷了钓鱼 从这开始 我就走上了这条不回路 来了 哇 个体不小啊 鲁鱼的乐趣啊 还是非常好玩的 个体不小 想买钓鱼装备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5月17号到19号 淘宝天猫搜索超级品牌日 满300送30 赶紧去选您的信仪装备吧 哇 个体都不小啊 哦 这个力道 和野化的鲁鱼的感觉一样啊 虽然没有雷强那么过瘾啊 来 哇 真过瘾 个体真大 这种个体的鲁鱼太爽了 有有有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玩家 参与到这项运动团中来 他比较其他的修行活动也好 体育运动也好啊 更加能让人放松 并且能够融入自然 赶紧放掉吧 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啊 钓鱼可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来 真大 太爽了 太爽了 是鬼 我 cat advers的 我太爽了 太爽了 我太爽了 我太爽了 太爽了 好 太爽了 太爽了